小猪哥 你看看这东西怎么样 这个啊 是市面上最新的筹筹 百分之百的真货 要是从正规渠道买得多少钱 根据内存大小不同 价格也不一样 十六计的 四千九百九十九 三十二计的 应该是五千九百九十九 关关 人跑了 没追上 今天的这伙走私饭不简单哪 您还挺高兴啊 我不该高兴吗 我们是谁啊 我们是国家的海关 你是希望抓到小的走私团伙 还是希望抓到大的走私集团 当然是大的走私集团了 这伙人做案手法不一般哪 很地道 据我的判断 有可能是一个大的走私犯 走私犯是永远抓不完的 我们得一直抓下去 现在 我们咬住了一个大的走私集团 难道不该高兴了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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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PRESIDENT 我明白了 不许我 不要碰手 我明白了 我也要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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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的妻儿 最亲的人就是战友 战友情 是我们最深厚的感情 三十年前 我们一起战斗 生活 我们一起走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今天我们又重新地聚到了一起 祭奠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 祭奠他们的英灵 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 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你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 你们的家属就是我们的家属 今天我们的家属就是我们的家属 今天怀兵捐助了二百万 作为基金 以此来帮助那些牺牲的猎士们的家属 牺牲的战友们 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团队仍在 我们的军魂仍在 哥几阳 这次活没成功 这点钱啊 咱俩躲两天 拿着 记住 千万别破了规矩 散 好 哥 钱 拿着吧 该拿的我都拿了 这是剩下的 让你拿着就拿着呗 这不太好吗 我看你办事还行 你以后啊 就跟我吧 这 怎么了 我跟五哥的 小五都跑都没影了 你怎么跟他 但是 五哥没发话 我不能随便换人啊 咱不能破了规矩 行 算我没看错你啊 好 后悔有情 对了 没关系我多嘴 机灵点 千万别落他们手上 要是万一 就是打死你亲妈 都不能说出去 明白吗 规矩我懂 哥 这个 谢谢哥啊 快兵啊 嗯 那二百万基金既然说了 就得兑现了 你放心吧 连长 我什么时候小气过 好 太好了 来 晓鸥 还有礼物 还有礼品 都是纪念品 绝不腐败 这是衣服啊 对对对 这 这 这弄错了 这是老魏的 这是你的 老魏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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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慢走 老官 哎 要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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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还行啊 妈 嗯 行 汉盛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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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那回来了咱 还没睡啊你啊 盛儿他妈 这人是谁啊 我说谁都不认识了 我说你儿子 我不认识你 妈 多少日子没招家了 哎呀 哥们月 走走走走走 接着晃荡去 这是家 不是旅馆 妈 你看 他不是回来了吗 闭嘴 我这教训儿子呢 没你的份 娘 我这不是出去换的 我这有工作 我告诉你啊 等着我死了 你愿意怎么着 你就怎么着 只要我还有这口气 你要是那心里 没这个家 变成那没心没肺的畜生 你别想 妈 明天啊 我就推着这轮椅 上你们单位去 找你们东去 把这活给我吃了 娘 我瞧瞧你 立刻千万别去 你有老娘 你有老婆 你有孩子 你得见他们呢 这见你的次数啊 还没见我干儿子的次数多呢 干儿子 谁啊 怀宾 妈让怀宾当干儿子了 看见了吗 新轮椅 干儿子送的 电动的 有家 别摔了 别摔了 别摔了家 不行不行 怎么了 去厕所 来来来去厕所 来来 韩生啊 你这一走就个半月啊 你把老娘交给她 你这心得踏实吗你 你这 妈 来 我扶你去啊 我说你这嘴笨 你这手脚抹着点儿 这上厕所这快点儿 知道了 彩佳 你这样的 你这手脚抹着点儿 想能当劝务细 还能够靠近儿 你这儿帮手 你这手脚抹着点儿 你这儿 他就把脚抹着点儿 把脚抹着点儿 这儿健身而安排 这么早就睡 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累了 要好好休息 和官商吵架了吧 没有 那这样吧 明天别去上班了 我跟你干爹请个假 爸 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跟我说呀 没有 没有啊 没有就好 行 那你就早点睡吧 嗯 睡吧 这椅子真不错 咱们怎么没想到呢 想到也做不到 这是怀宾啊 特地让厂里定做的 你肯定挺贵的 我一个月的工资 都不一定能买得起 你也是 稀里糊涂就给收了 怎么是我稀里糊涂收的呢 我不想收可是拦不住 其实啊 妈也就是这么一说 她得意的是你 最近啊 学了个新名词 叫什么公务员 冯仁就说 儿子是公务员 你们知道啥叫公务员吗 那就是东家是国家 你也是 你呀天不怕地不怕的 就怕你吧 这你都不懂啊 这叫孝顺 行 孝顺 你什么时候 才能心疼心疼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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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爸 这早点给他们吃 你呢 我吃过了 让你妈多休息一会儿 好 我上班了 爸 再见 再见 好 秦倩 早餐 秦倩 等等 几点钟播的 昨晚九点 社会综络半屋 我今天一早就去电视台 把光拍拿回来 好 居总 大家关注的是 是什么原因 让东方集团 由一个蓬勃发展 连年盈利的企业 滑落的要靠卖 才能解决温饱问题 换句话说 即便卖 真的能解决温饱吗 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纠正一下 不是卖 是融资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国家的 能说卖就卖吗 不可能的 至于我们东方集团 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改制还不够彻底 那第二呢 就是负担过重 五千人的大企业 他们除了自己养自己之外 还得要养着厂里 一万多离退休的人员 挺难的 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 靠政策的 上级给我们政策 资金 给我们资金也行 当然了 也得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了 各位观众 局总谈了他个人的见解 也许大家还想对东方集团 目前的状况有更多的了解 下面请看一组画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 东方集团办公了我们前 这里没关了很多职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职工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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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卢雅 是我 淑姐 你不守信用 怎么了 东方集团工人闹事的新闻 你答应我不播的 怎么还是播了呢 你们这个栏目 要是靠抢观众的眼球 来提高收视率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只是插播没有放在新闻暗暗幕里啊 插播也是播 也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淑姐 我现在立刻过去找你 不要只记得我是淑姐 我是副市长 这次特大电子产品走私案的老板 在接货前突然放了一批人 但是我们的手上没有他们的资料 这个人叫刘涛 江湖上叫他老五 是他们的头 据我们的斩查 据我们的斩查 这帮人是社会上临时招募的闲杂人员 但是从他们的作案手段跟能力来判断 对走私是轻车手里 比前面那帮人更老了到尾 现在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刘涛 老五 情况就是这些 咱们江汉关过去一直是走私的重载区 经过这么多年的严厉打击 情况有了一些好转 但是最近尤其是这个案件的发生 使得我们看到了一些专业的走私的影子 这些手机都是我们在船上缴获的 全都是走私产品 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些走私的手机 也许只是冰山的一角 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我们要从源头杜绝走私链 这个案子由我亲自来抓 书市长 我没有背心起义 我做完节目让主编决定是否播出 他问了我的意见 然后自己做了决定 你有没有说一说你的想法和意见啊 没有 所以啊 你还是想播 是 是我想播 但不是成就为了我一个所谓媒体名嘴的角色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正是出于对东方集团职工的担忧 我才希望通过播出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也让相关市领导尽快地能重视起来 你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是可以得到肯定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激进的画面 对于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是会起到反作用的 到时候影响的 就不单单是一个企业的生存问题了 那不是正好吗 这样可以促使问题更快速更高销地解决啊 卢雅 我不是要干涉你们的工作 但我必须提醒你 舆论是需要导向的 副市长 难道在江汉市 媒体的功能 就是遇到是三肩其口 直播歌舞生平的东西吗 我真没想到 你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怎么也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 一样糊涂呢 你觉得我是滥用职权操控一切 那你倒是说说 我这么做又能得到什么呢 我这么做 就是要用尽一切力气 给东方寻求一条生路 几千个人的集团 背后是几千个家庭 一旦有个闪失 东方真的倒了 我怎么向这几千个家庭交代 所以我希望 媒体应该配合市政府工作 要本着合作的态度 不要只图一时之快 我希望你能体谅我的苦衷 我也希望能借助你的话筒 把我想要说的告诉大家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万一 东方集团救不过来呢 一个企业的发展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不管现在有多痛苦多艰难 一定要咬着牙挺下去 我相信只要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候 迎接我们的是美好的将来 好 散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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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让你一下子开门 爸 什么 你 干什么 我能耽误你点时间吗 出去 把照片放下 出去 站好快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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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红 交代你个任务 对任何人都要保密 什么任务 你说呢 想想 这次行动的泄密 肯定有内鬼 兄弟们快跑 货不要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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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去查一下 在我们行动之前 有谁对外边进行了通讯联络 查 包括我在内 来广长吗 所有人 明白 干爹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海燕工具 孤儿院的事 说 他们危机房的电脑又旧又慢 而且还上不了网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没有电脑怎么可以 所以我建议给他们送几台 高配置的电脑 我披屁了 谢谢干爹 建建 今儿怎么了 没事 又是何棍说 没有 有什么事就跟赶紧说 老魏啊 我是怀兵 我问你 这几天晴晴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啊 瞧你这个爹 当得不称职啊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 过几天就好了 行了 不跟你说了 跟你说不通 找时间我跟他聊吧 行 就这样 方胡 昨天我们老战友聚会 对 我见到卢雅了 我听人说他现在还单身呢 他跟您说话了吗 接绑呢 想试试 我刚搭上一条外地的县 黄正龙的人要在他那儿去坐窝 他要我入伙我答应了 不行 这些暴力走私团伙 手段很残忍 我不能让你去冒灵险 那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卢伟是在执行那次任务的时候 牺牲的 那次任务是我派他去的 所以卢雅还不能原谅我 可是你不一样啊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他 喜欢他就拿出点勇气来 你说这事 我跟他配不上啊 你怎么配不上 一个男人靠的不光是金钱 不光是地位 还要靠你的勇气 力量 明白吗 听我的 去追他 明白 阿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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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 是我 别别别 别挂 别挂 出事了 阿震出事了 我在他家门口 他不在 你能找到他吗 那这样吧 咱们去江岸学院 找他弟弟阿怀 行 一会儿见啊 你联系过阿怀没有 阿震怎么了 你别问了 你给阿怀打过电话没有 我问你阿震怎么了 我先过去 我先过去啊 等等我 阿震 阿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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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双哥 你哥呢 我也不知道 秦杰给我打过电话之后 我就一直给他打电话 可他关机 我也找不到他 我上岛应找到他 去我家看看吧 我去过了 他不在 我给他打过电话 他也关机 我哥出事了 现在不好说 但我必须马上找到他 我有话跟他说 我哥是不是又做违法的事了 双哥 双哥 阿震到底怎么了 双哥 问你呢 双哥 我哥是不是又出事了 你说呀 我说 我也不能说 阿怀 你只要跟阿震联系上了 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道吗 你别怕 我是在帮他 相信我 相信我知道吗 我等你一下 阿震联系上了 阿震怎么了 先回去吧 回去吧 阿震出事了 他可能和我们海关的 一起案子有关 那他会有危险吗 如果我先找到他 就不会有危险 不管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找到他 否则他就完了 你这个朋友 阿震没有交错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 你对朋友挺有责任心的 秦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可我对你的感情没有错 你至少不应该怀疑 我对你感情的真假吧 现在说什么感情 说什么责任心都没有用 我关霜该怎么做 你告诉我 我先收拾我的看法吧 之前第一次关于保税物流中心 经营权的这个讨论当中啊 关于有哪一家企业 最先进驻该中心开展经营 我是支持东方集团的 原因很简单 东方集团是国企老厂 实力雄厚 而且又是我们市政府 重点扶持的企业 我们海关 有义务配合和支持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了解 我现在认为 把保税物流中心的经营权 交给东方集团 是不妥当的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东方集团 它是一个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 跟物流是风马牛不相企 它的优势仅仅就在于 提供了 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用地 那么我们就因为 地皮和地方政府的面子 就要把这个经营权 交给东方厂吗 还有 东方 它不仅是物流方面的门外汉 在经营和管理方面 也毫无优势可言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 捉襟见肘摇摇欲坠的企业 将来能够把我们的保税物流中心 建设好 经营好 管理好 所以我建议 取消东方集团 他的竞争资格 而引入更加专业 更加有实力的企业 来参与竞争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完了 你 海生 放一泡吧 好 我放一泡 好 我不同意取消东方集团的竞争资格 东方的问题有它自身的原因 不能因此就剥夺了它参与保税物流中心 经营权的资格 不管它是摇摇欲坠也好 捉襟见肘也好 作为一个老厂 从五十年代走到了今天 有着它光荣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 这个厂有几千的职工 涉及到上万人的生存 所以这一下就把它们打翻在地 这是不是有点出权太重了 感情问题放一边 这不算个理由 还有没有其他理由 保税物流中心的经营权 到底花落谁家 由我们海关来决定 但是我们海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 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一肩挑两蛋 一头是国家利益 一头是社会责任 东方集团是江汉市首屈一指的大厂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我认为 在是否取消东方集团的竞争资格上 我们要慎重 我认为应该给东方一个机会 不过 我们海关不能一起用事 市场经济是残酷的 但是它也是公平的 应该让强者走在前面 靳靳 那你说 你有没有值得 可以让你推荐的企业 必须是要有能力 还有有实力 有 他们的材料已经送来了 红图贸易 我看了材料 感觉很不错 红图贸易是做物流起家的大公司 在物流方面有多年的运营经验 发展前景良好 并且具备带动我们江汉 大物流运转的能力 这跟我们的工作目标啊 是一致的 目前到我这儿的候选企业 红图是最突出的 所以我建议立即入驻 红图贸易 启动考核程序 大家谈谈看吧 韩生 你呢 你同意启动 对红图的考察程序吗 我反对 我还是支持东方 那好 这会就到此为止 下去之后 大家做充分地 深入地调查研究 准备好了 咱们再开会 再会 你们俩 以后这种事情 你们能不能私下里 商量好了 沟通好了再上会 浪费时间 行 郑哥 给你的 烟酒拿走 把吃的留下就行了 哥们儿有钱了 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 你的钱就是你的 我该给你的一分钱不能少 规矩我懂 这次 和黄怕子谈崩了 我估计 他肯定会来报仇的 这是你们的事 我不会插手的 说曹操 曹操 到 兄弟们 出来 那几个人交给你们了 解决吧 你走 快走 诚哥 待会我就先走了 以后你最敢找个地方吧 你就这点本事啊 你不知道 黄胖这个人心狠手辣 他打起架来可是不要命的 来 老贝 老关 你还料 好 刚才会上那一炮 火力很猛啊 你少兜圈子 有什么话就直说 行 那我就不避讳了 老关 你竭力为东方厂争机会 是不是夹杂了个人的感情啊 咱们两个是半斤八两 我老婆是东方的职工 你老婆是东方的婆婆 你秉公办事 我就经不起枕边风嘛 你小瞧你嫂子了 我说的情感不是这个 请见 东方有上千个职工 有上万人需要生存 这点感情你都没有了 我有 可是我不能把一块金子招牌 挂在一个烂摊子上 是 我承认 东方这些年在企业发展上 确实存在着问题 那你为什么坚决要反对宏图呢 是不是你跟张怀斌 三十年前那一夜还没翻过去 你俩到底有什么过节 你问过他 我问了他不说呀 好不说我也不说 这哥仨关系挺好的 有什么过去的事情值得这样呢 是 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挺好的 只是我跟他不亲 我不太相信他 你可以跟他不亲 但这件事情是公式 你不能因为个人因素 影响到你对工作的判断 是不是个人因素 得过段时间再说 可是我认为他的工资不扎实 听见 你一味地抬高宏图贬低东方 难道就没有个人因素吗 我敢说没有 你最近跟张怀斌走得很近 你怀疑我跟他 不是怀疑 我只是说人很容易受到感情的影响 可能你自己都意识不到 老关 深正不怕影子歪 那你每个礼拜 还和俊永昌下盘棋呢 我也没怀疑你呀 我师父 gri护 连长 别打了 備上 别打了 别打了 快 快点 快点 谢谢你 我陪你 真想陪 出来换的 讲的就一起 行 买个笔记本电脑要最好的 送到江汉大学学生公寓 三号楼四层411室 交给黎初怀 笔记本 电脑 可我都没用那玩意儿 你也得会用 行了 你这地儿我是待不了的 给我找个新的地儿 笔记本电脑的事拜托你了 你放心吧